日前娱乐全在爆出九位的大瓜 演员邓轮偷逃个税4765万 被处罚并追缴1.06亿时间舆论哗然 随后邓轮火速发声明道歉 称自己已经自行 承担一切责任和好果 并且将一如既往的积极工作 消息曝光后邓轮想继续努力工作的决心恐怕要落空了 事件曝光后邓轮的商务代言多达十几个 目前云密第一个终止与邓轮的合作 该平派在两个小时前才官宣邓轮为全球代言人 许多网友调侃这大概是史上最短的代言人吧 其多个代言品牌纷纷解约 最后九九亚也发声明宣布与邓轮解约 还表示依然纳税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品牌方的态度非常明确 其后青阳官方将邓轮所有宣传设置了权限 除此之外邓轮的微博及视频账号已经被封禁 其工作室账号也被封 除此之外邓轮之前参演的部分剧 网友们可以着手保留了 目前已经有被删除的风险 邓轮透透税油损一人形象 其前途堪要